選舉剩下六十幾天了 可是民進黨執政三年半以來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人民最有感受 最常講的就是民進黨吃飽 可是現在看來 好像還真的沒有吃飽 因為小綠現在這個時候 又挖出了大綠的一些東西 但剩下這些時間 這些東西再被挖出來 人民看在眼裡 心裡面會覺得很氣憤 是 立剛 我必須說 民進黨執政這三年多來 還不知道四年的時間 官徵好像敗壞得到越來越離譜 連我們一般認為 比較清高的科技部 現在就出現這麼奇怪的問題 現在就是小綠出來爆料 說中科管理局讓職預算 請客吃飯 而且這中間 還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因為他說中科管理局 阻密林梅秀 他上議員的標案 涉嫌量身打造給特定廠商 他這個特定廠商是誰 居然是他自己的侄子 還有給自己侄子 這種東西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嗎 可以這樣做嗎 這個沒有違法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是要去考量的 然後他們用一般的事務費 公務費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去請廠商吃飯 這個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比如說1月28號的時候 他們和廠商密會 喬標案的規格 然後1月30號的時候 他花用科技部一般事務費 公務預算驗請廠商 然後107年3月 你知道據說他們的前局長 陳明皇還特別喜歡在 高爾夫球場旁邊的餐廳 請客吃飯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他只招待一位教授 跟教授的朋友只有兩個人 結果中科管理局 陪同人員去了11個人 所以黃國昌就在質疑說 你真的是不是有吃這頓飯 還是這些人只是人頭 來給你包張用 不管怎麼會出現 這麼奇怪的現象 你找了11個人 去陪這兩個人吃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需要 好好去追查下去 因為我們不容許 我們的公務人員 有這樣的一個行為產生 可是蘇貞昌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所以他一上任趕快就找了 這些金融界這些東西的大團 他全部都給他換上去了 然後台契已經 這個總經理施健安 本來再來講他已經要退休了 結果還特別 因為他是倚重的公股CEO 公股CEO還延任一年 還給他延任 是 給他延任一年 結果這個施健安現在傳出來 他居然跟他的女秘書偷情 這個太誇張 據說還車陣 然後還被人家錄音下來 被這個女秘書的老公 密錄下來這種內容還滿不堪的 那當然後來這個女秘書 好像跟他老公離婚了 這個施健安說 其實根本不是你們外界 想像這樣 但是為了避免給台契 造成困擾 好嗎 那我辭職 我退休好了 就這樣 強辭奪理 問題是 你如果真的是蘇貞昌 這麼倚重的公股CEO 那我覺得奇怪 你應該是很努力做事人 延任一年 你還有更多事情要做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 美國時間去偷情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還是你的任務 只是要負責去幫蘇貞昌 做他私人的事情就好 這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蘇貞昌 現在幹話越講越多 甚至連中華大法這邊提出 所謂對我們台商加壞的26條 台語意見一大堆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我們覺得他提出所謂26條 真的是我們如果用台語唸唸看 就知道台灣人一聽就很不高興 因為 Z6條就是Z6條 就是壓迫而且還抓勞 所以台灣人會一聽 就知道這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人家要給我們台商優位26條 然後他就很緊張 他還特別用李的這個字 其實李的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其實是帶有一點 歧視侮辱性的 這樣的一個字眼 然後他說 會台26條是拍事情 大家要小心不要被抓勞 台灣要自己的空間 自己努力比較好 他說什麼 現在台商都回來 回來台灣投資6200億 台商回來又不是你的空勞 台商回來是因為 美中貿易戰的問題好不好 跟你到底有什麼關係 人家現在願意給我們台商一些空間 台商你以為他都是傻瓜嗎 台商比你精多了吧 哪一個東西對他有好處 他當然知道 哪一些東西是有陷阱 你以為台商分不出來嗎 所以當中國大陸 每次一有優惠台灣的行動的時候 你們就那麼緊張 你到底是擔心的是台商的福利 還是擔心你自己的選票 但有話 我們看到 台晉營的總經理 施建安傳出了 偷情申請退休下台 這麼一退休照樣是零豪零滿 可是施建安他本身是行政院長 蘇貞昌在當時 所倚重的公股的CEO 可是今天記者問的時候 他卻裝作說撇清 不知道這件事情 由相關部會去處理 可是蘇貞昌為什麼一講到 要打韓國瑜的部分的精神百倍 可是講到自己 親信出事的時候 變成了一問三不知呢 各位去問問施建安 他跟綠營的關係到底好不好 我告訴你 非常好 除了非常好以外 他本來是在彰化銀行可以退休的 那為什麼臨時到了台氣營 因為這位CEO 他對於打消呆帳 然後對於募款是很有一套的 所謂的募款 並不是說他像什麼私募基金那樣 不是 他對於款項的一些操作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手 那換句話說 他明明在張營可以退休 為什麼到台氣營 到了台氣營 你財政部是認定 是說65歲 那你要退休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延任一年 一直延到明年的七月 從這一些蛛絲馬經理說明了一個什麼事實 就是蘇貞昌所任命的 公營行庫的這一些董事長或者是總經理 他們當然都跟選舉有關 只是蘇貞昌他說不出口 那至於施建安他為什麼他要辭職 他非常簡單 他幫那個女的付了一百萬 究竟是施建安出還是銀行出 你要調查清楚 那其次我們再來說 蘇貞昌他在選前大幅度的調動 公股銀行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他的目的那是什麼 我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科技界的 他們跟我講 就是包含在貸款方面 今年是非常奇怪 過去他有一個完整 還有一個審核計畫出來 差不多要七 八個月 甚至於九個月錢才會下來貸款 但是現在差不多平均四個月 款項就下來了 比從前速度快個一倍 況且這個審查的標準降低 從這個地方我們合理的懷疑 你行政院你動用的是國家的公款 來幫你私人 甚至於幫你蔡英文進行選舉 你拿人民的納稅權 幫蔡英文進行選舉 這個行政院長應該譴責 大村長 我們看到 韓國瑜說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並不是得民調者得天下 從蘇貞昌的親信 台慶營的總經理 因為緋聞案而申請退休 到中科的管理局 喬上義的標案 兩個主管遭到降職 看我們看到民進黨 現在執政三年多來 民進黨讓人民過好日子嗎 如果說沒有讓我們過好日子 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投給民進黨 這個得民心者得天下 應該還要再加一句 談韓國瑜者得流量 為什麼大家不談 可是三年多來人民過得不好 為什麼還要再投民進黨 為什麼大家不談蔡英文 為什麼大家不談民進黨 現在這民進黨是執政黨 你執政到讓老百姓 連談都不願意去談你 讓老百姓為什麼會 為什麼談韓國瑜者 可以得流量 如果韓國瑜對蔡英文 不具有挑戰性 如果韓國瑜讓老百姓 不具有未來的一個 倚重的一個目標 大家何必去關注韓國瑜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韓國瑜提出來的青年政策 非常的好 很多媽媽非常的有感 對民進黨來講 這太傷了 不打你怎麼可以 他當然就用了另外一套的 他們抹黑扭曲的一個方式 就像這一次韓國瑜又提出了 很多的外勞 你可以看得到 在每一個火車站 交通要道上面 因為他們攔來北往方便 所以他們會聚集在那裡 但是他認為說 這些外勞也有人權 那應該是給他們一個 休閒的一個場所 給他們一個休閒場所 結果你看民進黨知道說 這還得了 這個太具殺傷力 為什麼老百姓太有感了 你到桃園火車站前站後站 去看看 對不對 大家都在反應 你現在給他一個 適合他們的休閒廣場 老百姓覺得 真的 你解決我們的問題了 全台灣各地都有感 這時候不出來給你抹黑一下 說你就是要集中營 你就是要沒有人權 你要集中管理 外勞沒有人權 又有這樣的抹黑 就是民進黨 但為三百姓 我們看到 大陸拋出了會台26條 結果蘇貞昌自以為幽默 結果說26條用台語念 就是壓迫抓牢牢 可是中小企業建議 韓國瑜說要設移工的 休閒專區 結果馬上被綠營扭曲成回說 你要這個集中管理 韓國瑜都已經當面澄清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蘇貞昌今天既然說隔離的是最歧視 這有這個集中 不知道更加艱苦 好些人不知道善良人會聽 集中管理跟外勒 集中管理 不是集中管理 給他一個休閒的場所 你外勒來有個人個人的信用 個人有個人的信仰 而且他們每一個國家 有每一個國家群聚的族群 所以給他一個休閒的 這個專屬 這是我相信應該這是 基於人道考量 這是有需要 再來 剛才說到中科 那個車人家的事件 你跟他們想到送送送送 在立法院裡面 驗車 工相關的人數 用公款 或是用基藥費 或是開送送送送送送給 那有6000塊賣套路 才不然人家買10萬元 韓國 我跟你說 過去政調公司政府 他有一個旗工 旗工 旗工你知道嗎 專門在嚴死的旗工 跟朝鮮他們嚴死到中途 跑去吃飯 吃麵吃吃麵 又改革在那製 他被騙誰抹去 寫報告 寫報告 以前就是這樣 高雄市政府我知道還有很多 以前有很多這個人員 寫這個報告 希望你們可以勇敢站出來 站出來聖庭 既然市政府不會這樣做 你放心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再來 蘇正昌會台26條件 這個問題 來 我先請你講清楚 你們的陸委會 副主委邱崔正講的 AQF對台灣是有利的 因為 你也說過 你們的陸續產品不太高 包括我們韓國也會算 農家也會算 85% 逍翁台中 來 AQF要不要再繼續 民進黨政府講清楚 2018年9合1的選舉 民進黨完全沒有得到教訓 坦白說跟李彥哲說要怎麼聽 完全沒有改變 要怎麼聽 輸入再去做歌 我真的很懷疑 民進黨的人 你真的都沒有人知道 近親繁殖 剛剛用這個描詞民意 你才想說 總統在今年論述當中 我還沒有聽到蔡英文 你的任何國政論述 過去做不好 做那個總統選舉 做不好的事情 你自己本身有那個論述 有檢討嗎 他你一收檢討就沒有 反而是用了少數部分的代議士 去補絕掉公投的民意 國政論述沒有 內政務不好 他心裡他在想政治 比較深就想你了他 比較深 這裡到底是 牽扯到多少人的利益 君雅 我們看到韓國瑜回覆企業說 這個移工休閒專區的建議 結果綠媒馬上就說 你這是集中管理 韓國瑜也當著記者的面講清楚了 可是蘇貞昌居然說 隔離的是最歧視的 可是我們看到蘇貞昌之前 包含了陳同佳案的魔鬼說 民進黨現在這樣子認為 蘇貞昌這樣能夠幫助蔡政府 得到民心嗎 這個如果是因為資訊錯誤 我是覺得講清楚 或是說甚至這個 把他做一個擬清 甚至道歉就好了 你就說我誤解你的意思 蘇貞昌他或許是看到媒體 媒體問 之後他誤解為是集中管理 所以媒體真的不看 我沒有意見 反正這個媒體 他們要怎麼報導新聞自由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很多媒體的報導 是失真的 失準的 這個是不好 我們這個為政者 在回應特別這麼重要的 一個政策的時候 可能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謀教那個媒體 移工休閒專區 應不應該設 我是反對的 移工也不會去專區休閒 我跟你講 移工為什麼要來 台北北部的移工 甚至中南部的移工 甚至跑到台北火車站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台北好玩 火車站是見面最好的地方 是這樣子而已 他不是來火車站玩 你知道嗎 他是來台北市玩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台灣人休閒的地方 也是開放給這些外籍移工 外籍的這些朋友 來這邊休閒的 沒有隔離 如果說要去專門 為他打造一個休閒專區 我是反對的 移工也不會去 我跟你講 他怎麼可能 你知道移工裡面分幾排 你知道嗎 你們台北你們這些 宗教還不一樣 不是宗教問題 國家不同 泰國跟外籍也不一樣 各居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為政者說實在 包括韓國瑜 他也不應該 隨便說一說你就都聽聽下去 移工專區可不可行 我覺得不可行 不要再去想那個事情 第二個 施建安大家在談 外傳說因為偷情 那麼被這個退休 施建安是不是蘇貞昌的關係 來幹台契營的總經理 施建安來台契營當總經理 是在2018的3月21號 對 師傅蘇貞昌 那個時候還在六匹的 還在破孫的 我去看的時候說 我們老了 我們沒辦法 年輕年去拚 他接行政院長是在2019年的1月14號 所以你要把師傅 硬塞給蘇貞昌 說這個是你的人 你用的 你要的 會不會扯太遠 他個人 可是他演任他一年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也應該要誰負責 對不對 賴清德要負責 賴清德 保證不貪污 保證 我跟你說 我做總統也沒辦法保證 但是做行為的人 自己要負責